大家好,我是陈子千律师 今天又到星期五 我为大家分析一周楼市的时间了 在未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另外,希望大家将这条片看到最后 就可以完全理解 今个礼拜开了关节的楼市走势 和各大行情了 事不宜迟 我想今个礼拜除了开关之外 首先要讲一讲 就是赤柱豪宅地流标 最近刚刚位于赤柱 一块豪宅地 在环角道的斜坡上 轮近马参村的豪宅地流标 这块地有 大概是26万平方尺 可以建成总楼面 面积有48万左右 本来上年年头估值有260亿 大概是这样 但是今年只剩下85亿 跌了七成 这是大概的数据 其实也不是无法占分入标的 有的 有包括大财战商 长实 新地 大野 另外 加华也有入标 另外 甚至也 联同 英军一起入标 总共有四个 财团 可以这么说 四组 入标 大多楼标 其实真的跌了很多 因为之前赤草有地 真的买少见少的 但是专家就说 因为始终在斜坡上 他起楼的难度也有些 而且楼市也很紧要 又加息 所以变成了 有一个跌幅 很大跌幅 至少七成 另外 陈茂波司长也证明了 政府是不会占卖土地的 他不是为了要有地 而买地 为了 增建 特别是这些豪宅地 刚才也说过 卖一幅 就少一幅 更加政府 我觉得是对的 珍惜资源 善价而沽 收回来 等发展商也知道 稍后 好些价钱才卖出来 政府这样 而且现在通关 我想其实豪宅地 内地和豪客的需求 也会有 我想 之后会上升 快地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 网友们也很关心 通关对香港的楼市 是否有立即影响 据 各媒体的报道 其实刚刚通关 未有内地客 那么快的豪客来看楼 但始终通关是一个好消息 而之前 香港是糖水滚糖 而始终都是我们自己香港人 买楼 没有外面的 国内的水进来 但是现在 终于 有外地国内的沙水进来 会慢慢 当然 刚刚保铁开通 因为内地也 签证要时间申请 我想 内地客 我们组的同胞 还没那么快来买楼 我想要 通常现在 我的朋友 各样 各样 都有 说 可能是 过了春节 过了年 过了年后才会来 我相信 过了年后 会有小阳春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真是 市场是旺了的 为什么呢 从我律师楼看到 这段时间 的成交真的多了 我也接得多了 comviancing 也多了 我们的组织都旺了 去年下半年 旺了很多 刚刚一说通关 那些成交车明显加快 同事开始都忙很多了 就变成了这样 很多人都是买楼 买卖也有 这样的意思 很多人都 业主的价钱也不错 就开始 都加了一些价格 就说 站得硬一点 当然 减价盘是有的 但是 其实 没有之前那么多 还有可能会加了一些价格 我相信 如果大家要买楼 就趁现在六、六年前 就可以入市了 因为过了年后 我相信 会有一波 小阳春的 第一 就是通常传统 过了年后会是小阳春的 现在买楼的人 是比较少的 因为准备过年 是的 第一 第二 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的内地组织的红包 开始会下来了 过了年后 也有些东西 因为刚刚开关 可能大家就 没那么唱顺 那些东西要理解 流程 那慢慢 可能核酸也不需要了 慢慢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 捉起了一个创业屏障 我相信 很快就 连核酸也不需要的时候 然后可以很自由 完全通关 可以很自由出入的时候 我们内地组织会来买楼 我想到时 真的会有小阳春 大家如果要买楼 就 尽快了 在这段时间 今天我和大家说 update 今个星期的香港楼市 就来到这里 大家对通关有什么看法呢 通关对香港的楼市 是有多少正面的影响呢 以及大家预计 农历年之后 会不会有小阳春 会不会有很多内地的朋友 祖国的同胞来买楼呢 都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我也会一回应的 多谢大家 top 5 2 3 4 4 5 6 4 感谢观看